这简直是天然的营养宝库 万能的蔬菜 对人的健康 有惊人的益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 好种好营养的红凤菜 你可以不花任何钱 然后你就可以生生不息 一批又一批的种植 种出全年都可以采收的美味蔬菜 像这样子的叶片是绿色 底下是红的八指的红凤菜 它其实营养非常丰富 含了维生素A、B1、B2、β胡萝卜素 同时还含有花青素 所以它就有补学、护原、提升免疫力 可以抗癌、抗氧化 这么多的好处 你就可以知道它真的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 就跟大家分享如何可以让你全年采收的蔬菜 其实它长出来呢 我们吃的就是吃它的上半部的这个 那金叶的部分 当我们把这样子上半部的金叶剪下来了 以后呢 你就可以这个大部分的叶片剪下来直接享用 然后这样子的顶牙呢 保留了一点点的两三片的叶片 然后就把它插在水里 让它来长根 经过了大概三五天呢 你看它的根须长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在喷土里头去栽种了 这个红枫菜呢 经过了这个有春风春雨的滋润啊 然后所以就一批一批的采收啊 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子有雨水的滋润啊 有阳光的滋润啊 这个红枫菜长得非常的粗壮 这一根一根的你看看哦 它每一个进节的部分呢 都长出侧牙 这样子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再一次来做牵插哦 留下顶牙的部分呢 这个可以减成两节哦 因为它已经长出侧牙了哦 你看看这样子粗壮的镜条呢 就可以再一次种植哦 所以你就可以生生不起啊 全年都可以采收哦 而且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枝条 你可以去市场买哦 选择这样子粗壮的镜条 就可以来种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少有病虫害 而且几乎没有 呃 使用农药的好菜哦 以上就是简单的两种 呃 这个 蔬菜牵插的方式啊 这样子的蔬菜牵插呢 你就可以实现你高产的惊喜哦 让你的生活呢 是可以很健康的 然后收获丰富啊 获得好味道 实现自己的绿色自给自主 最后记得喜欢我的分享 要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哦